只要我是董事長 他是副董事長一天 我永遠是一秒鐘就可以被換掉 他就是一個破壞者 他在困難的時候 你也沒有幫忙 假設你真的是願意救的時候 你就應該跟他共治啊 他一定會覺得我不服從他 事情不如他所願 因為公司就是因為 如他所願才會變尖將啊 我其實是台開 在近幾年來財務問題 最後留下來解決善哄的人 所以要把我變成創造問題的人 其實不太公平的 只要我是董事長 他是副董事長一天 我所有募到我的錢 在我不是董事長的那一刻 他就會變成這公司的代理人 所以當我當董事長那一天 就注定了我永遠募不到任何一毛錢 因為大家知道 只要他是副董 我一秒鐘就可以被換掉 然後吳子佳當時就爆料 我們有民間債權5.3億 然後裡面的東西巨細米 基本上是在跟我下馬威 然後我收到一個簡訊 你現在不要當海來得及 反正他就覺得我是一個不孝女 然後挑撥離間害我爸爸什麼 然後我爸爸就忽然變成被他保護者這樣 他就是一個破壞者 他這個人他這一生他不需要成就什麼 他的工作不是負責建構 他只要負責破壞 他也不需要說他去把台開變成什麼樣子 他只要說我要下去 我幫你買股票 一塊五我來幫你賣 沒有錢發薪水也可以 他什麼都可以講 他就有這種本事 我要去負擔他的破壞 還要證明做得起來 我覺得這是他佩服他的地方 我覺得戀懂他是一個非常英實的人 非常非常節儉 那我父親可能就是這種花大錢 喜歡讓台灣被看見 喜歡台灣能夠跟世界一流的比 所以他們兩個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嘛 那所以當然對台開的經營當然就不太一樣 我認為當時他說我沒有去過問邱富森做事情 另外一種講法也是戒死不救嘛 他在困難的時候你也沒有幫忙嘛 假設你真的是願意救的時候 你就應該跟他共治啊 那如果你們不行你們吵 真正的感情是吵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說他說我 莫名其妙賣得很便宜賣掉了 稀釋他的股權 我覺得這不太公平 我跑全天下求一個高奶奶 要被斷頭 要被 他也真的就是不聞不問嘛 幫助一個公司不是只有股權 不是只有主導權 如果要共治 要好好把這個公司做起來 我想我是真的 我們情意過很多遍 只要他好好幫忙 這個股票還是會 還是會上來啊 我們還是可以 從三塊錢變二十塊啊 所以他們之間的整個差別 其實是性格上的差別 然後你會看到現在的年代 到他的手上 變成一個工具 變成一個武器 他不要求是婦女 用他的心情來看 我們是在削弱他的股權 剝奪他的權益 然後還仗著小股民的名義 然後來提稿 我們之間當然也有很多這樣的 那種就是原生家庭的問題 我們當然就會有非常多的 信任感的這種差異喔 很多人覺得是父母女之爭啊 我都覺得是跟我的小兒子在吵架這樣 所以我就一直還是很堅定的 一直坐在那邊 然後我也告訴他說 你的女兒不簡單 你要不要弄掉不容易 我讓他知道說 我也長大了 也不是說你說我可以被你這樣幹掉就幹掉 那後來慢慢的我在想了一個事情是說 我應該不是要去用他心目中的期待去做事 而是我要用我對這個公司的想像去做事 他一定會覺得我不服從他 事情不如他所願 但是我總覺得說如果如他所願 公司就不會好啊 因為公司就是因為如他所願 他會變成這樣 做相反 不見得會對 可是起碼不會錯嘛 對他來說 他是瘋了嗎 已經要下市的公司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說因為 他反正給你救救看嘛 那反正也練練看 不行也讓你學學 他說我們也訓練了一個孩子 他說孩子不是只有成或不成 他說這歷程也很重要這樣 我們其實本來不是先私募的 是因為沒有人要私募才找到他 本來我是去跟他借錢的 是因為我們要跳票了 然後我們要註銷 我是跟他從一張一張的那個 580萬的支票開始 我是跟他調頭寸 才開始跟他認識的 所以當他知道我爸爸可能會把我換掉的時候 他才會跟我說 我給你教啦 你要當我的法派 他就不能換掉你了對不對 這樣 所以我們兩個就有點像是那種 師父跟徒弟 然後他就把很多那種 他在生意上的台派技巧啊 絕活啊 教我 就反而我跟他的 在商業上面的這種 交流 反而比爸爸還多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把台開做起來 我得到什麼 可是所有的人都是為了他要得到什麼 我其實是台開 在近幾年來財務問題 最後留下來解決善哄的人 所以要把我變成 創造問題的人 其實不太公平的 我不太想要一直去辯解的原因 是因為冷暖自治啦 那我只是希望是說不要倒果為因啦 為什麼一家這麼糟糕的公司 已經 又沒錢 然後 那麼爛 又要下市 這麼多人要搶 這麼多人在生氣 這麼多人在蜘餘 為什麼 表示他一定還是一個很值錢的公司吧 很多人都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說 你比我想像的 穩多了 要是我是你我早就瘋了 那我常常說 我不知道是 不知道要怕還是不知道要怕什麼啦 所以我認為某種程度上 我有那種 中國女性 你知道 持家的那種 那種奸人 我是真的很想要把台開 還給台灣人